董事長我想請問一下 最近好像都把泡口瞄準朱立倫 是不是覺得朱立倫領導黨的能力有問題 那其實外界也認為說 其實這是您在殺豬卡猴 因為最近一直不斷的強調 總統初選應該要趕快辦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你之後會自己出來嗎 第一個呢 我沒有要殺豬卡猴 這是你們媒體的穿著附會 我這個是幫豬幫猴 你看我的建議多好 國民黨應該組成一個夢幻聯團隊 夢幻聯才能贏嘛 你單倒獨得都不會贏嘛 對不對 那朱立倫自己想想看 他如果去當分區第一名 去選上立法院長 那多好啊 還有任期保障四年 你做行政院長可能一年兩年就被換掉了 所以立法院長像王金平當時不分區第一名 就是當立法院長嘛 而且你總統如果選不贏 你立法院也不會是多數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整體的嘛 那你猴跟這個郭台銘 兩個出來應該都是會贏的 但是如果兩個都出來 那就不會贏了 就變成欲棒相爭 語庸得利了 所以我在努力的想的就是 怎麼樣藍軍能夠整合 整合出一個最好的人選 各安其位 各司其職 真的變成像夢幻一樣的這個球隊一樣 這樣才會打得贏嘛 這怎麼是卡族怎麼卡猴呢 這怎麼叫卡呢 這個我認為猴又宜現在民調很高 這個郭台銘也不錯 捐疫苗大家很感謝他 這是幫助他 這怎麼是卡他呢 你們的卡跟打的定義也太奇怪了 那至於說朱立倫的政策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好的政策我們都支持嘛 那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可以表達嘛 這沒有要打壓誰 沒有要反誰 基本上就是 我是覺得說兵役政策 這是國民黨的強項 民進黨為這個已經頭痛得要命了 民進黨認為敗險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那你國民黨當然要堅持你的立場嘛 對不對 而且2014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啊 民進黨都怕得要死了 那你國民黨怎麼不蹭蹭追擊呢 民進黨本來 其實台海有這麼危險的這個狀況 是誰造成的嘛 你自己想想看嘛 是馬英九還是蔡英文嘛 問這個問題就好了嘛 郭侯 侯國都不可能啦 這兩個都想當頭啦 對不對 你想這道理嘛 但是呢 如果一個當總統 一個當行政院院長倒是可能的啦 那 那基本上你說你要郭來當副的 那郭一世蕭雄 他願意嗎 那你要侯當副的 侯素柏現在新北市場 下面有四百萬的這個市民耶 對不對 哇 我這服務員那麼遼闊 我做個副的 我幹嘛呢 所以你要去用實際的角度去想 要合作 但是每個人都有他應該有的位置啦 這樣才能夠發揮所長 那董事長你的夢幻藍組合裡面 都沒有列入盧秀燕還有你自己 那盧秀燕昨天呢 其實有鬆口說 如果2024國民黨能贏什麼組合都可以來 來談 然後呢也有人問他說那郭 呃 侯盧沛 他也說個人意願不重要 你怎麼看 侯盧沛也不錯啊 我剛講 侯郭 郭侯是不可能的 但是侯盧沛就要看這個盧秀燕自己的意願嘛 那什麼配什麼配 主要是看那個總統候選人的意願啦 這不是別人能夠勉強他 不是隨便隨便可以送做堆的 對不對 總統候選人覺得什麼跟我搭配能夠互補 那他就挑嘛 就尊重總統候選人 從來沒有人說去勉強總統候選人 所以你要接受誰做你的副手 所以如果說侯友宜要出來 他要找盧秀燕做副手 那是侯友宜的選擇 另外當然盧秀燕自己要同意才可以啊 對不對 他想說我幹嘛做你副手呢 我台中市長幹得好好的 那麼大的這個台中市 所以這個要看他們啦 所以我是覺得 但是比如說你像這個總統 行政院長 立法院長 這個是他是自己 這是自己負責很大的責任這樣 所以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在這個團隊裡面 這個比較重要 至於我個人不重要 我從來沒有想到個人 因為你沒有 你無私 無我 你才能來促成這樣的夢幻來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裡面 你就促不成了這樣 那你覺得現在朱主席有無私無我嗎 你要問他啦 如果朱主席如果不卡猴 不卡鍋 他就無私無我 如果他卡猴 卡鍋 他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有私有我 那侯盧沛如果一旦促成的話 就會變成兩個市都是落跑市長 那他們也不見得啦 因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嘛 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嘛 因為你看他們現在很多市都被中央卡住啊 這個也不通 那個也不通啊 所以如果他們的選民認同 願意支持 而且他們都已經第二任了 也不是第一任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落跑的問題啦 不過當然最後還是選民來決定吧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必须要位于筹谋 把宝贵的资源 优先协助高风险的国人及产业 来维持国家阴影危机的任性 六年超征一兆两兆 这民兆自己吹牛的啊 你既然超征了 那就应该还税于民嘛 那你现在又不承认又不发 那你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诈骗集团嘛 这就是个金光党 因为他们都把特别预算不列入预算 然后跟老百姓说 啊我们有剩下的钱 哪有剩下的 这典型的债留子孙啊 政治还是要诚实啊 这个典型的欺骗嘛 这典型的欺骗 这典型的欺骗 这个典型的欺骗 这典型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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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这典型的欺骗 这典型的欺骗 这典型的欺骗 这典型的欺骗